念字 念字这个字是一个会议的词 让我们看到这个字 体会它的意思 你看它上面的是个金 下面是个心 现在这个心上真有阿弥陀佛 那才行 这个叫念佛 心心念念 心里都有佛 这个人成佛就非常快速 佛怎么来的 佛是新成的 佛也是新享生的 佛天天想佛 不知不觉自己就变成佛了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心里面的念头 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诗不可以 不知道 念佛心里头真有佛 真有就是真心想学习 学佛 学佛 他才管用 只是口念 万有心去学习 那怎么行 所以念佛不能往生 念阿弥陀佛 要学阿弥陀佛 这一部 无量寿经 你要是参透了 你就是弥陀地斯 你决定跟他去 这个经里面讲的是佛的心 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 福度都真 一个都不学 阿弥陀佛的愿 四十八愿 阿弥陀佛的心 全在这部经上 48品 每一品都讲到 心同福 愿同福 解同福 心同福 心愿解行 都在这一部无量寿经 会几本里头 有这一本 其他的不必看 专供这一本 我们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 不外乎对人 对事对物 我们一天到晚所接触的 把它归纳起来 人事无 我们面对境界 我应该用什么心 应该怎么做法 马上就想到 佛在经上教我们 这个事 所以你经要说 一定先要把它念书 随时随地 能够想起 佛教我们 怎么做法 我要一教父亲 哪些佛教给我们 要做 哪些佛教给我们 不应该做 这就是我们 修说的标准 认真反省反省反省 我今天一听 我的思想 见解 行为 跟心对照一些 哪些我做到 哪些没有做到 做到的 希望明天保持 不要舍掉 没有做到的 希望明天能做到 这叫修行 这个经验 是真有用的 能把阿弥陀佛教训 做到了 那我们的行持 我们的戒行 跟阿弥陀佛一样 心同佛 愿同佛 平同佛 解同佛 经是佛 经典里面 所讲的道理 是佛心 经典里面 教我们怎样生活 教我们怎样工作 教我们怎样 出世带人建物 是佛心 心同佛心 愿同佛愿 行同佛心 这个人真念佛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所以念佛呢 是心同佛心 念同佛愿 行同佛心 这个人叫你 我都劝大家 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 无量寿经 你能够把 无量寿经念好了 无量寿经所说的 你都明白了 明白之后 你统统都就做到了 你是真正学阿弥陀佛 你是真正的 阿弥陀佛的学生 将来往生 七方极乐世界 决定的生 真有把握 中 Caro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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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